看科幻电影之时,时常忽发奇想,若人路能直接跟电脑联系上,那么当去日本旅行之时,岂非可以立即听懂日语,以及说出流利日语来点赛或者问路,该是何等庆心如意的事。 但这绝对属于一个非常低层次的念头意义,始终想法早已被Tesla的行政总裁Elon Musk于2018年,提出完整的构思,清作脑机界面,值此将人路变得更聪明,提升记忆,改善决策等,最终令人路延伸,更黄伦能够医治脑退化,伤目失明,脊椎受损等。 以往无法克服之伤患,但不者于兴奋之余,当眼静下来之際,却觉得这种科技实后患无穷,只因人工智能之能力,近年以几何级数上升,甚至有人扬言,于夏年年中,他已能胜过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类,若再将脑机界面功能连接上人脑的话,相信所有人类于片刻之间可能会全被洗脑。 变成奴隶,反过来侍奉人工智能呢,那般二十二世纪杀人网络,The Matrix,的剧情随时弄架成真。 另一方面,此科技亦会强化社会贫富悬殊的状况,使富人更聪明,更健康,更无所不能,亦使穷人进一步被边缘化。 说了这么多,只因这部Netflix时加制作的最新电影《二星战警》,Atlas,其主题正式讲述,人类世界于未来,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机械人,喜了租奇反世,于束手无策之制,竟然制造出另一头更恐怖的怪兽出来,就是将人脑跟电脑直接连接上,希望藉此制造优势,成功消灭敌人。 于美国网站上看到,本片的评分甚低,大概是由于电影虽打着高科技之旗号,但故事情节却尽在观众的意料,当中更出现大量熟悉电影如未来战士,The Terminator,二型二,Aliens,罕战太平洋,Pacific Room,之情节,属于大集会式作品。 但不者个人却认为电影的娱乐性不足,特别是机械人战斗的特技场面处理,灵活多变,整体成绩实远性由大师Zack Snyder所导演,同样于Netflix上架的Rebel Moon系列。 其中不者特别着迷于女主角所驾驶的机械人,其内部构造基本上是部高科技小型露营车,内里应有尽有,不但提供饮食,更有紧急医疗设备,能够绩疗自女主角大腿的断骨,性能不足,若再能提供舒适的睡眠装置,相信推出市场必定门停药视。 而故事的另一主线,即是港述女主角内心拥有强烈阴暗面,故一直拒绝跟机械人全面连线,导演铺排他最后终于放开成见,肯跟人工智能结成死党拍档之过程,也合乎其性格之设定。 当然电影之情节无疑犯博处甚多,例如为何那些艾基下人于奪得优势之后,却反要远走其他星系,炮仁二十八年之久。 又例如地球人类既肯定他们已盘居于那星球,只需直接向其头下超级炸弹,以能尽千敌人,又何用派出真人士兵枉之送死呢? 演员方面,现年55岁的女主角Jennifer Lopez状态仍然甚加,可能应付戏中年番打斗场面,其演出逆胜过他上部的Netflix作品持无杀心,The Mother。 而且Netflix也可以为这些前一者,如Julia Roberts,Sandra Bullock,Jennifer Lopez等制造另一发展出路,正当他们步入后中年之制,于其他作品中或许要退居而线,如今反能在Netflix中取回主导权,权充电影监制,为自己创作度身定造之作品,值此打造出另一个方向,也未可知。 最后,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频道,请在YouTube上订阅、点赞、给予静庭。谢谢。 谢谢。